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苏大忠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六十六节 世人说 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 因我信了你的命令 感谢神让我们成为蒙照 属耶稣基督的人 借由每天灵修 用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能够满心知道神的心意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对浪子的耐心 我们思想 对浪子的耐心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路加福音 十五章十一到二四节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四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主爱有多少 主爱有多少 主恩有多深 他甘愿舍你 为救人灵魂 每当我思想 我心甘愿 天地有多么高 两极有多么远 救主的慈爱 也有多大 永恒有多么长 无限有多么广 救主的恩兴 救主的恩典 也有多深 救主的恩典 主爱有多少 主恩有多深 每当我思想 他甘愿舍你 我心甘愿舍你 天地有多么高 我心甘愿舍你 我心甘愿舍你 天地有多深 我心甘愿舍你 天地有多么高 我心甘愿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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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有多么高 我心甘愿舍你 在那里 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 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 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 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 拿猪所吃的豆莢充鸡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父亲 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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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筹讯给葛培里牧师 询问他一个难处理的问题 我们的儿子已离家数年了 因为我们不赞同他的生活方式 我们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 但最近他打电话来说 想要回家过感恩节 我们很想见他 但是我们又看出 他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 你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葛培里牧师回答 浪子的父亲迎接小儿子回来的时候 他知道小儿子改变生活方式了吗 很明显 答案是不知道 他接着勉励 这对父母不要吹灭孩子灵魂 摇曳的火种 他一直都是这么微弱 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里的浪子 必须咽下自己的骄傲 这对父母他的儿子也一样得如此 这是朝向正确方向的第一步 若是你的家里也有一个浪子 那就要耐心等候 让神在他的生命中工作 以产生出真正的悔改来 当你看到他改变的火苗 摇曳着生命时 就要预备好 随时以爱和宽恕来助人 即使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最小的一步 都是向着神迈出了一步 若是神的双臂是张开的 我们也该如此 远离罪恶 远离罪恶 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摇动 旷野玛纳节目 有上帝的话语 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 对浪子的耐心 这个题目 当使徒约翰讲 神就是爱这句话的时候 他表达出了 对神属性的最高见解 是的 神是爱的本体 神就是爱的本身 神的一切属性跟行动 都是基于爱 爱是神的本性 因为爱 他赐下他的话语 因为爱 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字 因为爱 他差遣圣灵保回师来 又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他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认识他的爱 神的爱是主动的爱 是分享的爱 不是我们有什么价值 使得他不得不造我们 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 使得他不得不救我们 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有价值 而是因为他的爱 在我们身上显出我的价值来 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很可爱 而是因为他是爱 爱是不专心为己 而是甘心为别人好处付出自己 神一无所缺 他创造我 不是基于他的需要 而是源于他乐意分享 他的爱 英国解禁家平克说 爱是透过取悦所爱者的行为 而表达出来的 神爱我 不是因为我变好了 才爱我 而是因为他爱我 使我会变得越来越好 他赐福给我 不是因为我有多好 而是因为他就是那么好 神启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永不止息 在神创造跟救赎的行动中 我们明白了 神是何等顾念我们的生命 何等爱惜我们的灵魂 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但神却从未停止呼唤我们 要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 只要我们不是长久不信 而是回转归向他 就必经历他那永不止息的大爱 诗篇63篇第三节 大卫赞美神说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在你 神的爱像永不枯竭的泉源 他的爱永不止息 无论我们的情况多么凄惨 多么黑暗 多么绝望 无论我们多么沮丧 感到多么无助 想到神爱我 他总不撇下我 也不会丢弃我 我的心就深得安慰 神那不肯放我的爱 寻找每一个空隙 哪怕是恶民招当的亚哈王 也都不例外 列王记上21章记载 神接着先知 以利亚宣告 他要降在亚哈身上 和降在亚哈家的灾祸 因为亚哈惹神发怒 又因为他是以色列人 陷在最终 列王记上21章27到29节 经文记载 亚哈听见这话 就撕裂衣服 进食 身穿麻布 睡卧也穿着麻布 并且缓缓而行 耶和华的话 临到提斯比人 以利亚说 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 你看见了吗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 他还在世的时候 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 我必降这祸 与他的家 你看 亚哈这么坏 当他谦卑悔改的时候 神还是减轻他的刑罚 不立刻降灾给他 因为神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圣经历来之下 33章9到13节 现在另外一位君王 马拿西 经文说 马拿西引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 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 他们却是不听 所以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 用饶钩 钩住马拿西 用铜链锁住他 带到巴比伦去 他在急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 齐齐自卑 他祈祷耶和华 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 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 仍作国位 马拿西 这才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马拿西是一个很糟糕的王 在位时间又很长 他重建秋潭墨偶 恢复偶像崇拜 引诱百姓犯罪 惹动神的怒气 神常常拆派先知警告他 但他却置之不理 将所有反对他的人处死 相传先知以色亚就是死于他手中 马拿西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 神管教他 让他被亚树王卢到巴比伦去 马拿西这才谦卑下来 诚心悔改 神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回到耶路撒冷 重新坐上王位 马拿西回头以后 痛改前非 经历神彻底的复兴 神是爱 是可以让我们随时倚靠的真理 神对我们的爱是基于他是谁 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的爱常常是根据一个人的条件 这个人可不可爱 但神的爱却是无条件的 虽然我们不好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 透过浪子的比喻 让我明白一个失落的人 在神面前的光景 以及天父的心意 浪子深感自己得罪的父亲 懊悔所做的一切 同时扭转了方向 当他回到父亲那里去的时候 父亲重新接纳了他 为他的回转欢喜快乐 我们的失败绝不会阻碍天父 对我们的爱 他不使人继续灰心 也不使人失望而回 他始终爱着我们 连续我们 他用他的慈爱绑壁扶持我们 带我们走出人生的幽谷 诗篇103篇10到11节 世人说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带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我们原本应该得到惩罚 竟然得到了赦免 我们原本应该遭到谴责 竟然得到了慈爱 我们原本应该被债主囚禁 但我们的债务却一笔勾销 我们原本应该受一顿严厉的斥责 并要下跪求饶 我们却得到了一场 为我摆设的筵席 这完全是因为父神 对我们的爱跟怜悯 神不是说 你做得够好了 好 我选招你 我赦免你 他乃是说 我赦免了你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以色亚书四章三节 经文说 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 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 当浪子满心羞愧 要回到家里去的时候 他再也不敢失望 做儿子的福分 一心想要将功补过 祈求父亲 把他当作一个故宫吧 只要有个漆山的地方 可以遮风避雨 只要有口饭吃 就心满意足了 当浪子打定主意以后 他就起来 往那父亲那里去了 耶稣说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瓷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浪子与父亲相离还远 他父亲怎么就看见他了呢 一定是天天以门眺望 吃吃地等待这个儿子回家 父亲的心都在这个儿子身上 耶稣说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瓷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可以想象小儿子衣衫蓝绿 头发蓬松 浑身恶臭 又黑又瘦 步履满山 走在回家的路上 而且静香情雀 可是父亲一看 小儿子回来了 立刻动了瓷心 相离还远 他顾不得年纪 急切跑上前去 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把心中的怜悯和爱 就倾倒在儿子身上 给他送上最温暖的爱跟接纳 因为他终于等到 这个儿子回家了 小儿子要怎样面对 他所得罪的父亲呢 想象 在回家的路上 他心里忐忑不安 推想父亲可能会有的反应 会不会严厉地管教他 痛打他 甚至拒绝他 不认他这个儿子 会不会怀疑他回到家里 是要跟父亲要钱 他甚至在心里已经把说辞都拟好了 心想 见到了父亲 就这么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结果话还没说完 只说到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父亲就打断他的话 不让他再说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父亲从来没有 要把他当作一个故宫 在父亲心里 他始终是他儿子 小儿子一认错 满以为他父亲会责怪他 想不到父亲 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当苏大中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特别留意到 却这个字 却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料 小儿子怎么也没想到 他父亲竟然吩咐仆人 把上好的 快快拿出来 通通拿出来 很快的 袍子拿来了 戒指也拿来了 鞋子也拿来了 父亲马上恢复 他原本在家里的地位 表示什么呢 完全接纳 在父亲的心里 这个一身蓝褛的小儿子 不过是个孩子 他曾经离家 曾经犯错 他在外面受过苦 现在回来了 无论他错得多么离谱 他终究是我的儿子 神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把他的爱 淋漓尽致地 倾倒在我们身上 浪子的父亲迎接小儿子 回来的时候 他晓得小儿子改变了吗 他无从知道 他关注小儿子脚步的方向 跟心理的目的 但更要紧的是 他动了慈心 不是因为儿子改变了生活方式 而是因为 这是他的儿子 他要给儿子最温暖的爱跟接纳 基督信仰的荣耀 就是以接纳跟饶恕 征服人心 就是让人感到神的爱 就是随时以爱跟宽恕来助人 因为神是用爱来吸引我们 是我们甘心顺服 当我得罪神的时候 神由忧伤的爱来爱我 圣灵为我的罪担忧 并且期待我醒悟回转 神有怜悯 有丰富的恩典 他向我们所存的忍耐 表明他有多么爱我们 他多么不愿意失去我们 他期待我们回来 却不是用铁链 把我们拴回来 而是要我们自觉有罪 等我们醒悟过来 他不计较 我们应得的报应 而是甘心爱我们 因为他就是爱 亲爱的朋友 神一直都在原处 他的爱永不改变 不要怕走得太远 只怕不肯回头 主这样爱我们 我们应该效法他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凭着爱心 甘心舍己 体恤他人的难处 使人向着神 迈出更多坚定的步伐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真神之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且乃至拯救 是我罪人余生可好 身免一切罪有 啊 神就爱 河南风风味道无限无量 永远之定永远不变 天使使徒颂扬 天上作天当为绝章 地下万景当为笔竿 世上海洋当为我随 全球温人极何苦干 好尽之力描写深奥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宇宙中最大的奥秘就是爱 能解开这奥秘的唯有你 我们蒙爱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谁 有什么好处或者价值 而是因为你是谁 是因为你是如此丰富 如此美善 你以爱我们为乐 浪子的父亲 未有机会寄予在儿子身上付出爱而欢喜 看着儿子是死而复活 势而又得的 不是跟儿子追讨挥霍掉的产业 而是给儿子机会 满心愿意他重新开始 主啊 你赦免犯坚硬的女人 让她平平安安地离去 嘱咐她 不要再犯罪了 这平安的背后 是因为你为我们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你甘愿为我们这些绝望无助的罪人死 你的爱是如此长苦高深 是在过于人所能测度 你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帮助我们不做拒绝罪人的大儿子 而是满有你的心意 以你的怜悯 对待悔改的罪人 给人间带来温暖跟盼望 加添我们力量 使我们活出爱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任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我比不知缺乏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心 你长得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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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心过 似应有骨 我也不怕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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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 bumpy 站住 不注意